大家好 歡迎來到攤爛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佈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攤韭菜納瑞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3點22分 對剛剛稍微看一下這個虛擬貨幣 然後突然就跟著這個 算是 這個 剛剛他一跌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這個跌穿了 跌穿所以說 目前我自己個人 目前我自己個人 就是 還是會以偏多去看 大家知道為什麼 因為呢 有在裡面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他下來做這邊 這個下降趨勢線的測試 那 目前啊 看起來有手 那如果他當然他砸穿了 那砸穿當然還是得走 目前他是撐住的 然後 目前比較 嗯 自己個人的想法啦 我不確定他到底是不是會開始轉空 我不確定 然後 這個地方 值得關注了喔 這條線 三層趨勢線 跟這個頭部呢 基本上 如果說我這樣畫的話是已經陳情 因為他這邊疊穿了嘛 所以只要拉到這個地方呢 他會有明顯的回檔 但是這個回檔呢 要去做空嗎 我是一個人想啦 如果說他有一個壓力的測試 到達 上下都有碰 然後最終是 跌破這一根的時候 我會比較想要去做空 然後可能 中間這邊這個部分呢 這個地方可能會先 持續做觀察吧 目前的看法還是 不能說很偏多了啦 我們要疊穿了嘛 所以說目前的看法會比較 稍微去比較偏空一點 不過 我是一個人呢 還是會看這邊的線到底怎麼去走 這邊線到底怎麼走 因為在雜盤的時候呢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線 這個很早就去畫喔 這個線呢 是有去做測試 代表說他會不會其實是 誒 右空 然後 這個把多方給洗掉 把多方給洗掉 然後去右空 我這麼不曉得 你這麼不曉得 主力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那現在去空 直接順勢去空 當然也不太好 所以說 我會等待這邊拉到這地方的時候 然後 看有沒有機會去 做空 或是說我拉到這地方的時候 我應該會把我的多單呢 就是 這邊那時候才出10%嘛 所以說我把我多單了 到這邊的時候 去做這個調整 調節 因為看到蠻多去 你會比其實 這個三代幣也是往下砸啦 對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吧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有可能直接上去 那有可能會 來個破底翻 然後現在呢 好像蠻明顯的看到了 待會如果再回來測 應該就是一個破底翻了啦 應該就是一個破底翻 就是 拉一拉啦 拉一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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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砸 然後 這個點 這個點 所以說 目前 一樣 保持看多 對 那台子看多 然後 虛擬摸幣目前短時間看多 有點刻意砸了 我不曉得 那我目前的看法就是 因為 就是他們 技術上拉 我自己覺得 台股 股票 個股 我覺得 相對來說 我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那其他一些東西都還在 正在學習當中 對 所以說還是先保持看多 然後 這個地方一定是看多拉 因為他已經有翻回去 有點刻意去砸 刻意去砸 然後來破底翻 你看他現在持續在砸 這邊也是 這邊沒有 沒有砸 他往下砸盤 往下砸盤 所以說 可能他還沒砸到他想要的位置吧 我也不曉得 我不曉得 因為 台子還是跟納子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好那我們就來 看盤吧 我們從這個 易打 講到這個 勇風金 總共應該是12檔 我們就來看吧 6 7 6 如果這個 疊破了這條線 這個地方 然後再疊穿這裡 就是最後防守拉 這邊真的在疊穿就跟他say goodbye拉 好 我們來看看易打 這張是什麼啊 1844張 大師商看的壓力應該是看這個位置 大師商抓這個位置 然後他這邊是 突破的 他是突破限散趨時限的 這裡應該也有嘛 這邊也有限散趨時限 然後 這邊有一條 嗯 這股票 蠻難操作的 我自己覺得蠻難操作的 這個點呢 曾經有一個 壓力 然後這邊是支撐 所以他現在可能的情況是有可能彎到這裡然後去 往上漲啦 但是 以目前 我這邊我是不太確定 所以 就一樣喔 等待收盤 當天看有沒有插針插下來 這個下影線 插針然後收盤收上去 那或者是說間諜了 然後收盤收到這個地方 那我可能會考慮 那如果說沒有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基本上就不考慮 因為他 在上來這邊這一層的話 他馬上就碰到壓力了 我覺得他整個空間應該是不是走個空頭下來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紅寶 喔紅寶其實那時候也有講 不過一直在等他的價格嘛 對那我們現在要看他價格是快回落下來了 好看一下 我們這邊畫一個這樣上 上升通道啦 然後他一直不斷的打 好打 就是打這個上影線 然後打一路打過去 然後 這個線基本上沒有改變 這樣可以稍微改一下 大家這樣 這樣看起來比較整齊 就是說 他現在下來這一層 這一層是 可能有機會啦 這一層 但是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畫的下升續續線的 他 在這邊呢 這一根 跟這一根其實收盤都沒有站上去上面 所以 我覺得 他有點危險 因為他在禮拜一的時候是一個出貨的一個現象 所以 我自己個人呢 如果說你真的易高人膽大 你覺得你 你覺得你非常看好他的後世 他未來的話 那或許你可以在這邊做 做單 但是 要小心啦 要小心的是 這個 就是他會有下跌的風險 第一個定時就是這樣 然後 他跌到這一層 三次曲線或是這一層 應該會有所卡住 不過 他整體的趨勢我覺得現在是 比較 有點稍微轉空 有點稍微轉 算重力啦 如果說你是打一個短多的話 或許會成功 但是如果說你要抓一大段的話 現在還不是時候 你要抓一大段的時候就是他要 突破這個三次曲線 至少收盤收上去上面 然後再突破這一層 至少 他的下降趨勢現在就很明顯在這裡 除非說 他能夠站站上去站上去 最好是站上這一層嘛 他多方的訊號就很強 那現在是比較 偏疊回來 然後去做進場的話 或是比較偏 很 不能說是多方 你應該說他是偏重力 就 可能會上去 可能會下來 所以說如果說你沒有那麼看好他 我沒有看好他的產業 我就基本上 我就直接pass掉就好 pass掉 不會再去看他了 對不會再去看他 我們看一下這個聖打 因為 現在盤是 開始震盪了嘛 然後搞不好走一個 一個禮拜的震盪 你也不知道要走到什麼時候嘛 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 好算了 好不要下單好了 算了算了 我們還是認真講股票就好 好我們來看聖打 喔聖打那時候抓 這一個 壓力吼 然後 大自然抓到了 他剛好這根卡到 然後這根是 拉了一根 這個是叫做什麼 吊人線吧 反正呢就是 這邊的K棒呢 就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 空方跟多方 一個非常 這個天神 天神打架 兩派人馬打架 這根就算是 今天這根也算是 就是 有那種很長的上一線 然後出現在高檔的話 其實基本就是 呃這個 不是我們一般人吼 只是可以去 Touch的吼 就是 他是屬於一個 非常 呃 難 的一個盤勢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所以 基本上這檔目前 我持續做觀察吧 如果觀察到什麼 我再說吧 目前 還沒有觀察到一個什麼 一個 對 就是他的支撐 我看起來也不假的 站那邊 好我們看看 移力電吧 移力電真的是 非常棒 之前曾經突破 然後 呃 撐個幾天 跌破 現在是突破一天 吼 突破一天 隔天撐住一點點 然後今天直接殺一根下來 真的非常非常的厲害 非常非常厲害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現在的情況吧 目前看法啦 就是 呃我以前抓的 反正我們現在 我現在用的方法 然後我們去抓出來的一個 呃這個 方式下降趨勢線呢 是 呃是突破的 我個人認為是突破的啦 然後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讓我們其他線去做壓制啦 不然他 為什麼會跌這麼慘喔 可能有些原因吧 不曉得 目前看起來有可能 這一根是有一些 壓力的存在吧 可能是這裡有一個 壓力的存在 這裡 然後今天是一個 非常 重壓下來的一個位置 所以 你看 有時候我們看的線呢 可能你會認為是正確的 但是 往往可能 別的阻力看的線 是這樣 那你當初你真的有辦法畫出這條線嗎 可能在 謹慎一點 可能真的畫出來 然後 也可能剛好盤子不好 所以真的很難去 嗯 去講說 你 每一筆單 他突破之後 那回射之後能夠做進場 因為我有看過有人這樣講 沒有在看下降趨勢線的 但是 他沒有在看下降趨勢線 但是我們只要幫他貼一條 下降趨勢線 欸 他為什麼在這邊去疊 就一切都可以圓了 這樣子一個 他講的話 所以說有些人就真的不看 有些人真的不看下降趨勢線 他也完全他說 我就不把下降趨勢線當作是一個支撐或是壓力 他會這樣講 會不會我只做平行線 其實也沒有對錯 我們也沒有對錯 所以說 現在看起來確實是有一個支撐 壓力的力道去壓制住 然後 看一下吧 他現在這一層 他會跌下來吧 不曉得會不會跌下來 但是這邊有一層 大概78塊吧 這一層算是嗎 我覺得這一層不用去看了 大概這一層吧 所以說他會不會真的有一個重度的壓盤 又壓回來 最後要突破才突破 感覺有可能 所以說 現在就是要嘛停損 然後要嘛跌下來的時候就加碼 那現在目前有個這個上升趨勢線啊 我是不曉得他到底準不準 因為我說上升趨勢線的這個位置是 可能是準 也可能 只是剛好 所以也很難做說 他今天就是剛好守住 跟大家說他一定是守住的這件事情 所以說 目前也是有看到觀塔到這一條啦 也是他有出現才 可是他也是沒有碰到啦 所以說我不曉得會不會這樣走 不會這樣走 我們只是先提前先畫出來 我們提前先畫出來 我們要台牙吧 台牙部分呢 他下來這一層沒有下來過嘛 然後又往上走 然後算是突破有點失敗啦 突破失敗了 那這一層呢他不守 然後這邊側了一次這邊 這一根我們還要閃掉嘛 我們是等待 他前面的這一根 這個上隱線呢 一併過去了 我們在考慮做進場嘛 結果還是往下甩 還是往下甩 所以 這個 就是沒有要守的意思啦 就是沒有要做防守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第一 你現在看好現在的盤勢 就是說現在盤勢呢 我認為說可能還沒有全面的去轉空 我不會去做空嘛 然後第一你看好現在的盤勢 那你只是跌 真的跌到 現在這個地方都不要理他 然後跌到下面這個地方做加碼 第二 直接砍 就是一樣喔 就是照機率嘛 因為不可能每次都成功 那我們在11月多 11月到12月 不要說 不要算今天跟昨天好了啦 就是 11月單上來其實就是蠻多檔 可以這樣層層的去做 突破回撤買進 突破回撤買進 但是現在是開始出現一個震盪 的一個盤震盤了 所以說 你就是你自己心中有個策略就好 你現在呢 一跌破3%做土場 或是說 你就跌到最底下 你再做 而且跌到這邊你應該要開心 為什麼 因為 你終於可以加碼 加碼呢 他可能就有機會去上去 就有機會上去 你應該去做 思考是這樣子 但你覺得很痛苦 那 我覺得 可能需要學習 那如果說真的沒辦法學習呢 沒辦法去 呃 承受這個痛苦 那我建議就是 一樣喔 不要玩股票了 就不要玩股票 直接去 存股 存0050就好了 因為其實主動選股本來就是會有這樣子一個 一個風險 的一個存在 那如果說你要用我的方法的話 我們在11月確實是很好作單 那現在呢 就一樣啦 保持一樣的方法 就回到 支撐 你再做考慮 回到支撐 你就做考慮 但是如果說 我們 在 11月的時候看到這樣的突破 看到這樣 還蠻漂亮的突破 越過大量 然後越過上限的 這樣的突破呢 你不去做進場 那你永遠是賺不到這一段 你永遠賺不到這一段 所以你一定是要有 進場的想法 也確實進場 你才能夠賺到 11月上來那一段嘛 對不對 11月上來其實講真的 也很多人空手 講真的很多人空手 到現在搞不好 想要買進的時候 就買了就疊了 所以我自己 個人呢 還是一樣 保持 一致的這個 操作的方法 然後 也 給了你 你停水你該停的位置 那你不停的話 那你就是 等在下一層 就這麼簡單 好我們看一下 尾權墊 基本上也是 都是打下來 打下來 然後 這檔專屬比較幸運一點 有彎下來讓我們去接 這個台雅就沒有 他是沒有 他沒有下來撤這裡 沒有下來撤這裡 這個區域 所以是沒有去做進場 不然的話也是能夠提早去做進場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 尾權墊 尾權墊呢 目前的想法就是一樣 之前是 在這邊做進場 然後後來說 這一層可以考慮 那現在跌下來啦 跌下來 所以基本上 你這邊做進場拉到這邊就要賣嘛 那拉到這邊如果沒有賣的話 可能就比較可惜一點 可能沒有賣一個好價格 但是 基本上 基本上呢 就看自己 一樣啦 你要嘛 跌破剛剛說 3%就走 3%到5%這個停損 並不是一個 非常 準確的股市聖杯 我不是說 個股要洗盤 就已經洗3到5% 沒有這回事 所以說 你要看好的話 你就是一層去接 第一層你剛好水小嘛 你就後面才 才聽到這一檔 才去 做進場 那你就是在這地方 做進場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再 做第二筆單 然後跌破了 跌破了 就是抓 3%去做我停損 或是說你自己抓 比如說這根大量的低點 都可以 看自己怎麼去做 你知道有 計畫 有這個 不要被套牢的想法 真的不要說 弄好一體啦 對不對 套就套嘛 然後套給你10年20年 非常痛苦啦 真的非常痛苦啦 我寧願你就放棄股市 你覺得自己主動全股就是爛 就是廢 然後你就是 放棄股市 然後你就是去做你自己的事情 然後把錢領出來 這樣還比較好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性態也上了 可能還比較好一點 對吧 目前再看啦 還有一些三生虛弱線 不過 最主要還是直撐這個地方去守住啦 就這樣看 好 我們看下一檔 這個 華泰 2329 看一下吧 華泰那時候說他是做了一個結構啦 這邊做一個算是 三角收斂吧 然後突破 突破這個地方撐撐撐撐撐撐撐 然後還有曾經跌下來 然後現在這個位置呢 還是在合理的範圍 你說他跌破嗎 目前也 還不算跌破 你說他有拉上去嗎 其實也沒有拉太多 但是 整體的 位置呢 就是還處在一個 我認為 我認為還 稍微看得懂 稍微看得懂的一個位置 稍微看得懂的一個位置 反正他長去 目前這邊也只有6% 然後他跌下來到這裡 也不過才2% 這漲比較慢了 所以說 有興趣就持續放吧 然後 等他跌破了 等他跌破了 跌下去下面的 你要停損再停損 我直接抓 跟大量的敵點吧 然後他會不會有機會再上去 這個我也不知道 然後會不會再跌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通通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 哪邊可以考慮 哪邊應該要走 這樣子 我看他 看他地址長 有風晶 我看他東洋 415 4105 恩 接下來測試囉 我這邊下錯 565 好 565 馬上就到了 砸下來了 來看看 來下個單好了 下了一單 然後 來 射個提醒 0好了 目前在看這裡 會不會真的來個破敵方吧 破敵方也會有機會失敗啦 這個點 上去這樣子 還是守住嘛 如果跌破就還是要閃 想要第一打 東洋 4105 OK 呃 看一下東洋 東洋是做 呃 311 呃看一下 這個東洋呢 他的平行 之前就抓過 然後說他是大量的 出貨啦 大量的一個 呃 出貨點 所以說他會下來盤整 忘記什麼時候講的 是不是之前 有講過一次呢 呃 11月23號講的 所以 確實撐住 撤住之後 往上走 11月23是在 這一天 所以 你去看之前影片 這個這個支撐應該算是 看起來還蠻準的啦 只是不知道什麼我花到這裡來 可能我覺得可能跌到這裡來吧 那 呃他是確實守住這邊的低點 然後去往上走 那這邊要怎麼做確認啊 其實基本上要去做確認應該是要在 呃 這一根吧 這一根啦 就是他 疊下來嘛 然後盤整兩天之後 這一根的高點是有越過這一根的 越過這一根的這個 打到這一根的這個 呃 當天的最高價 所以說這一根 這個地方 反正回來這個地方可以考慮 然後現在又往上走 所以 基本上 就 嗯 對 看不懂 就是他可能又回來吧 這地方就形成一個 一個支撐這樣子 好看一下這個 東普嘛 3290 OK來看一下吧 這個成交量1000多張 是 也是稍稍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喔 喔 他是 嗯 就這裡有做一個突破啦 結果就又往下跌 然後 砰砰砰 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不用太過於 看好這一檔 這檔看起來很想去做空他啦 他現在目前呢 如果說 這個地方能夠陣一陣回來 然後 可能這個地方會是一個支撐啦 那如果說他是跌破的話 可能打到這裡 可能反彈到這裡 這地方就是一個空點 可能就會下去了 目前看法應該是 灰切技術先行一個 調整 那當然你會說 啊為什麼不早一點去空 都可以啦 有些人會看這邊 假突破然後 這一根下來他去空 或是說這個反彈到這裡去空 都可以 其實這也是一個空點啦 他假突破 然後你去空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 這個假突破我覺得 比較 不算一個 盤太久了 我知道他盤得很久 他盤得有點久 啊 對反正沒有做空嘛 目前 所以說 就是 我覺得他可能到這邊嘛 支撐 翻彈 可能會彈到這裡吧 但是你要做這一單的話 就真的要等到這裡啦 對 就大致上是這樣 看一下 這裡 唉唷 可能會形成一個三角狩獵 所以說搞不好他 上來這一層 搞不好是突破 也說不定啦 我不曉得 但他先疊 一定是會先疊的啦 我們還要網龍 因為網龍是昨天有講過 然後 發現網龍是不太會講 看不太懂 看不太懂 對所以 其實今天好像沒什麼特別 今天就是昨天 有上去 然後 今天就是被 出貨 那基本上昨天跟 昨天的這個糕點是有 呃 過這一根嘛 然後今天又跌下來 所以他這個線其實 蠻亂的喔 我覺得他的支撐可能大概支撐是在這一塊吧 可能這一塊看看有沒有撐 這一塊 因為他今天就下來撤 然後這一根不去看的話 不去看的話 然後這地方搞不好會這樣 不曉得啦 不曉得 就是 要勇於敢嘗試的人 再去嘗試看看吧 對 然後或是說你要用那種 分批策略然後打到這個地方 疊破還是得走 疊破還是得走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他的這個 趴數 還算可以啦 如果你抓3趴的話 這邊到這邊是4趴 還算可以啦 對 自己參考吧 我們看一下橘子 61 6180 我們先預設他的高點 可能只能長到這邊啦 就是一個 預設他的高點 可能增長到那裡 那他的一些 呃 我覺得啦 如果說你要操作這檔的話 你必須你要全心全意的 你就要相信你就是一個 技術分析派 你就要相信自己是一個技術分析派 因為他這檔你用基本面去看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沒什麼用啦 然後 他現在的一個 位置其實有點 算蠻高的 然後 呃 這邊這裡 會有一層 我蠻看好這邊這一層 接下來應該會有 會有所乘盤 62塊左右啦 那如果說再上去下一層的話 我打算抓好 以他今天然後 上 禮拜一上禮拜五 禮拜四這樣來看的話 可能是卡在66.7啦 但是 這個位置我覺得 也是有點危險喔 我自己應該不會去考慮 不會考慮 除非說 他有再更加 明確一點 明確一點的話 會再去考慮 好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這一部最後一檔 永豐金 唉唷 最終測試囉 好我們看一下永豐金 OK那 永豐金就是他這條線 就是他的一個 算是整個中間的中軸的一個支撐壓力的互換位置 那他現在是 已經打到了高點 他打到了他的高點然後回落 那這是蠻久之前畫的 那 剛好對啦 因為其實這邊的高點 我應該是隨便抓的 我應該是隨便抓 那他現在有什麼回落的位置 第一層嘛 這邊是一層啦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三陣曲線的位置 因為之前其實他三陣曲線走的算 還OK啦 就是這一條對應這一條 然後 目前是有兩個位置做 這樣子斜向的測試 所以說 再來是這個位置 要嘛 17塊要嘛 現在這個是16啦 要嘛現在是16啦 所以 以整個平行線的位置來說的話 就是 假設你拆分成 3比 3個 3張好了 那你只是下第1個 第2個 第3個 這個都還是 呈現在他維持多頭的一個感覺 這個盤整盤 就是說你下這3個位置 可能都還是 呈現一個 有可能會長回去的一個概念 那 他的 這個 呃壓力的話 如果我現在馬上去劃的話 當然我就直接貼這裡 然後跟他這個 18.2 左右 可能就會看 看疊了 目前搞不好看 先看疊吧 所以說 你做技能股呢 如果你資金多 然後你願意做等待的話 然後找這樣多頭 其實 不會 不會輸啦 不會輸 真的不會輸啦 因為你如果看得懂支撐 你就在支撐做金場嘛 那其他 其他時刻 其他 價格你就不要去理他 這個可能會 比較好 比較好 好那我們今天到 到這邊 稍微看一下 稍微 小疊一點 不過沒什麼在疊了 就是有點刻意要疊下來的感覺 現在也是在做 最終最終的 測試 待會再過個一分半 看有沒有機會拉上去 當然也有可能疊破啦 也有可能疊破 那現在目前這邊也是 看會不會疊破還是撐住 喔現在還是撐住啦 現在是撐住 好那我們待會休息一下再錄第3部副款影片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